绿豆加重了字眼 游在那个刚之一字上 试图掩饰自己的劣迹 路晨本来还打算贬低一番 可一听到三念和尚 顿时没了兴致 惊喜到 三念在哪 绿豆心里松了口气 暗想 啊 还好 他没发现我们 不然真难解释 重新定了定神 绿豆回道 苗瑞传来消息说 三年不久前 在神魔星出现过 那里有着幻尘形域 最大的一座方式 临近上古魔神战场的遗址 神魔星 左倾汉小丫头 还能撑二十多年不假 可对于修真界来说 这个数字 实在算不得什么 要是不走运的话 黄黄就没了 如今刚到这里不足一个月 就发现了三念的行踪 路晨心下顿时欢喜不已 神魔星 在什么地方 路晨迫不及待地问道 绿豆笑笑 冲着云脑使了个颜色 云脑会议 娇如兰花的踏着帘步走了上来 取出一卷散发着悠悠黄光的卷图 交给了路晨道 这是换成星域的地图 里面还有上古魔神战场遗址 几乎稳定空间的落脚点 以及一些自由出入的捷径 跟人一看便知 路晨闻言 当下大喜 这阵子 他不是没出去走动过 白天里有的时候 也在附近几个修真星游的 熟悉地情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幻晨星域有这种地图出手 诧异的把卷图接了过来一看 路晨眼前一亮 果然 里面记载的地理位置都不尽其详细 就连上古魔神战场里 哪里有可能出现古神法体 空间周期演变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虽然那种地方不多 但足以令每一个可以自由出入上古魔神战场的修饰为之疯狂 须知 上古魔神战场虽然是上界一落下来的废弃空间 但里面危险重重 空间乱流极其不稳定 使有修饰远命其中的危险 但有了这张地图 最起码和体骑后期高手在没有外敌偷袭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几个地方暂时安定下来 不受空间乱流的影响 要是论到价值 这卷图足以比拟某种极品灵气法宝 幻尘星玉还有这种东西 我怎么没见过 在哪买的 陆尘惊疑地问了一声 云脑笑了笑 解释道 这人还记得云脑说过 云脑是从上古魔神战场里被主人带出来的吗 难道 鲁尘文言一征 绿豆接道 别想了 这阵图是云脑在上古魔神战场中游荡时凭记忆划出来的 整个幻尘星玉也就只有两个 一个在我这里 另一个在你手上 别人是没有的 更没地方买 原来如此 陆尘听完 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自己小看了云脑的存在了 能够在上古魔神战场游荡的人 估计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凶手 把卷图收起来 陆尘对绿豆道 哎 前辈 我就不回别院了 晚辈现在就去神魔星 说着 陆尘便准备离开 绿豆恶然 马上叫住陆尘 等等 前辈还有事 陆尘停了下来 疑惑的看了看绿豆 绿豆苦笑了一声问道 你不会就这么过去直接跟他说戒中的事吧 这一问 把陆尘问了个一楼 他无语般摇了摇头 心道 说的也对呀 自己跟三念没有瓜葛 又一身杀气 就这么硬冲冲的杀过去 怎么开口 哎 看来自己为了丫头的事 失去了理智 关心则乱啊 绿豆见陆尘停下 先稳住了他 随后不知道在手里忙活着什么 半赏过后说道 三念不是经常出入上古魔神战场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刚才问了下苗瑞 他打探道 三念这次在上古神魔战场盘缓了多年 是找一件叫做羽黄石的东西 要是有这样的东西 兴许你跟三念还有谈判的资格 羽黄石 陆尘颇为感激的看了绿豆一眼 不过马上又皱起了眉头 羽黄石 他根本没有听说过 陆尘问道 前辈 羽黄石是什么 绿豆想了想 灵光一现到 哦 我想起来了 羽黄石是一种稀有的矿石 听说 此石不存在此剑 忠贤于万万在历史 只出现过两块 此时乃是上界遗落下来的矿石 本身便蕴含着少许仙缘力 三念在找羽黄石 绿豆定了定神 惊呼道 莫非 他是想炼制仙气 仙气 必备仙缘力 像绿豆这样的高手 离着九九重结不远 正处在零元力到仙元力的转化的过程中 虽然杜结之后才算是正常的转化 不过 杜结后期大圆满已经开始有了征兆 这才让他能够幸运的炼制出仙气 赵幽巴宝卢 但是三念只有杜结中期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而由于三念的性格急躁 呼摸着 等不及自己突破的杜结后期大圆满 想借助上界之石来寻求炼器上的突破 绿豆蛋笑了一声道 那三念志气成痴 怕是想要超越老夫 方才去找羽黄石的 陆尘分析了一番 虽然不敢肯定 但至少眼下有了些美目 不过下面还有问题 陆尘问道 前辈 您有羽黄石吗 再大的事也大不过左倾汉 陆尘此刻也顾不得什么 张嘴就要 绿豆早有所料 无奈一乐道 你当我这个仙将是大太主啊 什么都有 羽黄石 刚刚我也说了 众仙玉万万载以来就出现过两块 我要是有那东西 也不用备力气 是杀气如铁了 这该如何是好 陆尘不由 陆尘不由着急地跳脚 正当这时 一个柔柔弱弱的声音在旁侧响起 主人 羽黄石是什么样的 欧文之下 陆尘和绿豆同时转过头来 看向出生之人 元老 羽黄石啊 绿豆回忆了一下 说道 据传 羽黄石都是巴掌大小的圆润晶石 通体浓黄色 灵气十足 其上有星斑状的绿色斑点 并不多 大约几十上百的样子 很久以前出现的羽黄石 都在上古神魔战场找到了 并且都是杜劫后期 甚至大成器高手偶然在空间乱流中发现 强行带了出来 并记载了下来 羽黄石 云脑做沉思状 回忆了起来 陆尘看得一压 心底升起一线生机 忙道 云脑 你见过 绿豆也惊愕地看向云脑 心里那个悔恨啊 云脑是自己从上古神魔战场带出来的 早知道他认得羽黄石 还犯得着四下搜一些法宝 用赵优八宝炉炼化取材吗 搞得一身狼狈样 连修为都降到了两个徒弟之下 不过 这也怨不得云脑 悔就悔在 自己根本没往那个层面去想 万万载的众仙月 只出现过两块 几率何其之低 云脑没有回答陆尘的问题 又思考了好久 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不少修士从山中走出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天边一轮蓄日 在事业一场瓢泼大雨带起的烟雨朦胧之下 燃燃升起 就过来一会儿 云脑末的惊喜的拍了下手掌 说道 我想起来了 有个地方 有羽黄石 真的有 陆尘乐得差点跳了起来 绿斗更是悔恨不已 有 云脑眼中荧光闪动的 上过魔神战场 有一个地方空间乱流 密度很大 很危险 但是空间还相对稳定 那里有一处空腹之石上 云脑就见过这种石头 你还记不记得哪里了 陆尘跑上前来 一把抓住了云脑问道 云脑咒了咒柳眉 说 恩人 云脑已经几千年 没见过上过什么战场了 那个地方是否存在 不敢确定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间已经消失了 也说不定 云脑只记得大概的方位 大概 那要怎么着 绿斗颇为为难的说道 而陆尘却不同 对于他来说 有一线生机便是好的 忙道 不妨 能不能带我去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行 你 不免的 绿斗和云脑同时露出惊讶的神情 看向了陆尘 上古神魔战场 没有合体后期的境界 去了 基本就是一个死 就算是合体后期 也是九死一生 你去 能行吗 见两人皆是惊愕地看着自己 陆尘也发现 自己失态了 不过为了汉尔 这时候也不能再隐藏些什么了 淡淡地退后一步 陆尘冲着两人发笑 见四下无人 一身雄浑的杀气轰然涌出 刹那间 杀神禁地领域囊括小小上百尺的范围 紧紧将绿斗云脑笼罩在其中 那阵阵的杀气忽然化成了万千魔头缭绕在其身中 射人心神法力仿如泉勇一般 产生杜杰出气高手才有的胃压 霸道无匹般的压向绿斗和云脑 那一双胸眼彻底变黑 杜杰出气 瞠目结舌地看着附近凶悍猙獰的杀气 便是绿斗云脑也深深感受到了一份危险 尤其是被陆臣那双胸眼直视到 便是令人打心眼产生无边的含义 杜杰出气 你 你隐藏了实力 绿斗惊叫的后退着 终于他明白为何陆臣见到自己也不害怕了 绿斗实力推步了 恰巧与陆臣的真实实力不相上下 人家还用怕自己吗 而让绿斗最为震惊的是 以自己目前的修为虽然跟陆臣相差不多 但陆臣身上展现出来的气势 偏偏是自己最忌惮的法宝利器 绿斗相信 要是不动用赵优八宝炉 自己一定打不过陆臣 更不用提云脑了 你 你 你这个小子 指着陆臣半天 绿斗都没说出半句话来 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连连叹气 陆臣见效果已经达到 将周身煞气一收 重新降至合体中气的地步 全集 看向二人 正重道 要不是因为事关重大 我也不会暴露出来 所以 晚辈的事 还希望两位不要说出去 林老捂着小嘴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听到陆臣的话 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绿斗苦探监 重拾心情 比之前笑得更开怀 原本他打算借助陆臣的力量 把宝宫石板 从两个溺土手里夺回来 还担心陆臣没有自保的本事 现在不用担心了 有了自己给的八品符 再加上杜杰初期的修为 周云朱平斯都奈何他不得呀 陆臣见二人不说话 赶忙道 二位 不用这么惊讶吧 我只是使用了点仙术而已 好了 不多说 现在可以带我去找羽黄石了 哦 玉斗放心地点了点头 对云朗说道 云朗 你就随玉湖去吧 尽快找到羽黄石 玉斗的嘱咐很明显 快点找 然后快点回来 老夫还要等他治病呢 云朗点了点头 随后 有些发愁地说 可是 主人你呢 陆臣一走 绿豆就没人照顾了 尤其是两大溺土始终监视着绿豆 云朗怕他们对绿豆不利 陆臣一听 笑道 无妨 我说过 前辈的旧疾 近期不会复发 我们去找羽黄石 即便找不到 一年以后 也回来给前辈治病 至于别院方面 一会儿回去 我交代一声 就说 前辈派我出去办事便可 而前辈 您对外声称闭关就可以了 三下五除二 陆臣把所有退路都想好了 绿豆满意地点了点头 跟着把赵优八宝炉取了出来 打上几道绿光在上面 解除了一部分禁止 交给陆臣的 此行危险重重 把这个带上 那羽黄石在空间乱流中 万一不能靠近 可以借八宝炉收起 但要记得 收取之后 必须在实习之内去住 否则 我也不敢肯定 八宝炉会不会将羽黄石融掉 这 这个 陆臣看了看赵优八宝炉 这可是仙气啊 虽然只是暂剑 但能够让绿豆老人 如此推心致富 陆臣也不禁有些感激 至此 两人之间的芥蒂 全因此举而完全消失 陆臣也不客气 将通体光滑四射的 八宝仙炉结果 跟着脑海中 又多出几句 绿豆传来的口诀 是八宝仙炉的用法 随后 他感激的看了绿豆一眼道 前辈盛情 晚辈就不客气了 快去快回 绿豆叮嘱了一句 随后奸笑道 对了 你不是有周家和朱家两个小子的腰牌吗 保险起见 去魔神星的时候 去一趟吃炼宗的两大器坊 我那两个逆徒 人品虽然不怎么样 但炼器的本事 却得到了老夫的真传 很久前 两人炼制出两件宝物 一个是云霄仙甲 另一个是御风车 都是不错的东西 不用我说怎么办 你应该能把这两样东西搞到手吧 哦 是好东西 陆尘一争 极品灵气法宝 要是不可能的 借借也无妨 绿豆深陷的眼窝里 明显有着很好察觉的诡诈 明白 陆尘点了点头 云脑幻化成本体 像一头巴掌大小独角小猫一样 钻进了陆尘的袖子里 绝尘而去